朋友们好 又到了一个非常难非常纠结的一周的行情了 实际上我认为今天在开盘之前都觉得得下跌才对啊 但是最终收盘之后跌的很少 然后各个方面甚至是一个平盘55开 涨跌对齐的市场状态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要跌的多一点点呢 是因为上周周四周五的这种接连上涨 最终涨完了咱们就涨完了 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个涨的理由 甚至其实在涨完了之后大家都很期待说 是不是因为周末有利好所以跑了提前嘛 但是实际上到了周末之后 其实并没有出现这种全市场的这种利好 所以它涨了之后不给理由 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是不是得有个回撤 所以这是我当先的一种感受 但是这种感受来自于过往的交易经验 如果说有利好的产生 它就能覆盖这种感受了 咱们就不用回撤了就往上涨 关键是目前出现的这些个利好 我个人觉得还挺一般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周末期间看到的央行 对于房地产比较精准的一个降准 20个基点都看到了是吧 今天早上文字版当中我还写了一下 我说其实都在预期当中就没有太过意料之外 而且它释放的这一点点优惠啊 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驱动力还是很有限的 当然我这个话说来就是平白无故 它没有一个好的验证方式啊 但是今天你看看完盘就给验证了 你说利好是在周末发的吧 你要兑现肯定是早盘来兑现啊 早盘房地产市场是什么走势 房地产市场是冲高回落的走势啊 就可见这个利好没有带来非常强烈的 跟风欲望和炒作欲望 而房地产之所以能够在尾盘阶段依旧保持翻红 关键点是在于啥 是在于整个大盘环境有点显得跌不动了 跌不动了的情况下就有人愿意来试盘一下 看能不能做涨嘛 于是就拿房地产下午盘1点钟的时候 明显的进行试盘 结果试完之后的反正最终结论还是很一般 是吧 试盘的时候倒是挺有冲击力的 冲完了之后他就稳不住啊 所以从这样一个交易层面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个小小的现象来 就是当前市场很多板块 其实是大家心里都有底了 就觉得也没有太大的下跌空间了 但是你要想他上涨 还是没有那么多的跟风欲望 就现在我在屏幕前来告诉大家 目前股市有个多大的好的机会 其实你们都会保持怀疑的态度 同样我现在来告诉大家 现在行情没法炒了 赶紧新仓出逃吧 你们也觉得 哎呀 跌的差不多了 是吧 这2%30都亏了 我还差那5个点吗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市场状态的一个缩影 通过今天房地产板块的走势 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有了这样的缩影之后 你就会发现市场 非常随着消息面的变化而变化 房地产首先就是一个来自于宏观层面上的消息 引导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走势 对吧 另一个就是今天的农业 就是实现撑住盘面的另外一个主要力量 农业板块的上涨 也是来自于周末期间发生的宏观消息层面上的东西 有一个国家讲自己的进出口 在这个粮食方面有新的政策 有的国家呢 碰到了洪涛灾害 有的国家碰到了这个干旱的灾害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之后 突然它就推高了我们国内的这些农业企业的估值嘛 因为你进出口受到了这个不确定性之后 我们非进出口的自然确定性就增强了 我对你的依赖就增强了 所以估值就增长了 所以股价就上涨了 你看今天两个最主要的撑着盘面的板块 都来自于什么消息面 也就是消息面非常敏感的去拨动了短期市场 那自然而然大家就有结论了 短期市场极难预测 谁能预测那么多消息面的东西嘛 那么面对这样的行情 我能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我能说的就是短期市场最好 还是不要那么积极的去参与 能够近期把市场坐平成本为目标就可以了 而且近期你要想坐平成本还不难 为啥你发现没有 就是没碰到消息面的那些行业板块 他也不涨不跌的 你比如说最近的这些个基建金融白酒 好久都没消息面来影响他们了 是吧 你看他们基本上就以1%为一个波动点 今天跌1% 隔两天他就给你涨回来1% 反正就来回震荡来回震荡 就在1%左右来进行震荡 很容易把成本做平 你只要把成本做平了之后 朋友们等风来就行了 你就等着刺激的政策逐步的出台 只是说从目前我们高层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确实来的政策都还不够刺激 希望未来能够刺激一些 我们证券市场也能够走的刺激一些吧 这是之前说的话题 最后一个小的话题 今天农业涨了 大家肯定就会担心 哎呀我也没买农业 要不要参与一下呢 而且你想想现在是关于什么 那么大的国际上的一个话题 导致的农业板块的上涨 说不定未来还有别的国家跟进呢 是吧 他还要加码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给你分享一下我的观点吧 我个人呢 认为农业确实还是一个好的板块 但是如果你买它是因为今天上涨 而背后的原因 今天上涨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国际市场的农业行业发生一些变化 是吧 如果这个原因你去买它的话 我想劝阻一下你 你还记得在2024号战争刚打响的时候 战争三大件是吧 那个军工贵金属和石油 哎呀一下子就涨起来了 当时也是人气很高 因为你一旦打响战争 这三个东西它最重要啊 然后你们去回看这三个板块的历史 好像2月24号战争打响了之后 涨了不足一个星期吧 三个板块就开始一直跌 跌到今天为止 跌了快两个月了 而且跌幅都不小啊 三个板块我觉得大一点了 像军工的话快跌20%了吧 就石油得跌个14%15了吧 嗯 贵金属也跌的差不多百分之十几个点了 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炒股那么的简单 你有了这样一个理由 它就会带来这样一个上涨 它就会一定一直的持续性上涨 不是 你这个理由来的时候 它短期确实会有这方面的冲击力 但是短期的冲击力一过 还是要回归到行业自身发展的 这样一个价值估值上面来的